在上周的第1007期视频里面 说我们团队帮客户买房子的时候 砍价砍了48万下来 结果评论区里面有人说 对一个老年人砍这么多 听得很不舒服 还有人说 欺负老年人 黑心中介等等 而这样的评论居然获得了点赞 让我很是不服气 为客户争取最大利益 这是我做房产经纪十几年来 一直秉承的一个原则 如果我帮客户卖房 那就要想办法卖到最高的价钱 如果我帮客户买房 那就要想办法帮客户买到最便宜的价钱 在我看来 这个原则就是这么的简单 我从来没有想过 面对老年人的时候 砍价砍多了还是个错误 既然你刷到了这个视频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你是一位买家 当你得知卖家是一位老年人的时候 你愿意多花一些钱来买这个房子吗 如果愿意的话 请你在评论区或者是弹幕上面打上愿意 好了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有一位宋相公 他带领部队跟储君作战 在洪水以南的时候 摆开阵势 准备迎击储君 在储君正在渡河的时候 他手下的人建议袭击储君 宋相公说 我一向是主张仁义的 怎么能在人家渡江 只渡了一半的时候就袭击呢 等储君过了江 开始布军的时候 手下的人又建议 说储君的阵势还没有不好 趁这个机会可以趁机袭击 宋相公说 你贪一击之力 不顾万事之仁义 怎么能袭击人家 尚未不好阵势的军队呢 就这样 宋相公等到对方一切准备究绪之后 才开始战斗 被打得大败而归 后来人们根据宋相公的故事 总结了一个成语 叫做宋相之人 这个成语在生活当中并不多见 因为在生活当中 很少有人对敌人讲仁慈的行为 我们买房卖房 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双方虽然不是敌人 但是至少应该是对手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是需要指责的话 那么被指责的人 应该是卖房经纪人 他并没有帮他所代表的 那位老人家维护利益 他有很多办法 帮到他的客人多卖一些钱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早点降价 我在团队内部培训的时候 帮对方经纪人总结了七条 可以让他卖到更好价钱的方法 当然这是我们的内部培训 对方是不知道的 我想说的是 这次我们的买家买到了很好的价钱 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团队 帮到我们客人 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 我们有经验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方经纪人 不作为没有经验 结论是我们不是欺负老年人 我们只是合法合规的房产买卖 如果有谁在生活当中 有真实的案例 说你愿意比正常的市场价 还愿意多花钱去买房子 那么请跟我们分享一下 让我们学习一下当代的送香之人 我是老杨 你身边最真诚的房产知识专家 我们下期见了 再见